楊國議員 多謝主席 我跟進問題的編號是HHB087 我素來都很關心遙距醫療的發展和應用 尤其是怎樣可以用來幫助長者 因為這樣做既可以減省院舍長者在診診室輪候的時間 減低他們感染其他疾病的風險和周居的勞累 亦都可以減低急症室和門診醫護的工作壓力 好處就多了 我亦都相當高興看到當局的回覆 醫管局的社區老人評估小組 在2022年4月至12月之間 提供了的遙距醫療服務有4萬7千人次 服務並且已經擴展到全香港各區的安努院舍 第一個問題 疫情基本上就過去了 醫管局會不會繼續記錄社區老人評估小組提供的遙距醫療服務的人次 我理解過去 即是在2022年4月以前 醫管局並沒有避傳相關的數字 過去的就過去了 現在沒有辦法追的 但現在又會不會走回舊路 不再避傳相關的數字呢 須知道這些數字對於本會以及社會 監察當局的遙距醫療發展進程 是非常之有用的 第二 就是服務的對象 當局答覆清楚表明 2022年4月12月期間 服務是擴展到全香港的安努院舍 疫情過去之後 醫管局會不會走回頭路 減少遙距醫療在安努院舍的服務數量 最後我要問 前兩個月 我在立法會有一條題目的口頭質詢 當局當時講過 醫管局其實已成立了一個小組 審視怎樣全面推廣遙距醫療服務 但今次當局的答覆之中 隻字不提 我要追問這個小組 現在的工作進度怎樣 以及有沒有什麼時間表 什麼時候會提出改善的建議 多謝主席 局長 請高醫生回答 高醫生 多謝主席 正如剛才黎議員提到 在過去一段時間 遙距醫療的發展 比起之前快了很多 事實上 我們都看到遙距醫療的好處 譬如在老人評估小組去老人院舍 其實遙距醫療 就有很多年歷史 應該我印象中都超過十幾年 當然以前科技沒有那麼成熟 又最早期只是靠打電話 後來就已經有視像 不過當時可能 譬如手機 或者方面 效果沒有那麼好 所以當時的使用 就沒有那麼恆常 過了一段時間 譬如在新冠疫情的時間 由於感染控制 或者病人的來醫院 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能夠有個機會 大幅發展 也有個成功的經驗 我們都覺得非常之好 也都講為市民 院舍的員工 和病友的支持 所以剛才黎議員提到 我們都會繼續做 一方面 我們現在都已經有特定的 我們叫Code 那個導馬 就等同事 每一次看完他的醫療 都會記錄回在案 所以那個數字 我們繼續都會 留意那個數字 所以將來 都會有個數字 可以提供給大家 另外就是對象方面 事實上 我們的計劃 是不單止 會維持現有服務 更加希望 在老人院舍 或者其他方面 遙距醫療 繼續發展 所以在院舍 那個覆蓋率 提供的方面 我們一定會繼續 那個服務 甚至乎 希望可以加強 至於最後 議員提到的那一點 其實我們醫院內部 已經成立了 一個專輯小組 特別是加強 遙距醫療方面 這個除了在 我們俗稱 要看醫生 由醫生診治之外 也都包括 護士診所 我們專職醫療的同事 一些遙距的 一些診所 診治 我們的 藥劑師等等 我想 即時我們在 衛生事務委員會 向大家匯報 我們的一些進展 現在已經全面推薦 這些工作 多謝主席 黎議員 有沒有跟進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具體的目標 我們呢 你在譬如 將來的12個月之內 你估計 或者預算 希望 做到哪裏呢 因為 若知道院社長 有事要推去急診室 真是很慘的 他們又慘 前線的醫護人員又慘 其他病人在急診室 淪後又慘 即是幾樣事情 都是產生很多 不理想的效果 高醫生 如果未有 可以時候 書面答覆 都可以 多謝主席 請問